听说现在美国所有的亚裔女孩都想嫁给豪仔 那有点夸张 那起码都很喜欢她 全亚裔都很喜欢她 但就说你刚才喜欢 你还加上女孩的条件 男和高学历 所以哈佛的 而且长得还有个样子 对不对 这些都加上好的DNA 这女人眼睛就发亮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一来以后就接着闻到刚才话 现在他们分析就是说 因为他的这个style 就是这个风格 不是那种马上就很抢眼的 所以他们在开始选人的那个短期内没有看出来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 这就是讨论是不是对亚裔有歧视 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自己跟这个一个写体育报道的一个台湾的记者 就交流过 他说我实际上一直是顶着压力 因为美国人里边 你又能想象体育是一个完全是一个雄性的一个僧民 对吧 就是说谁个儿了 谁什么 这个他说篮球 在美国打篮球 是黑人和白人的事情 亚裔人是受得不到尊重的 他说我一直打篮球当中 就会被周围的人 在大学高中都会 别人就可以说 就是说乐队在校园那头呢 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跑这地方了 然后或者就告诉他篮球上说 他说go back to china 回中国去 什么open up your eyes 这种更是就是说你小眼睛真大脸 都是这种有点种族歧视的 到了现在就这个周末 你看他这个星期五这么个三十八份 已经爆炸性新闻 就后边还有种族 其实这周末已经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争议 对我叫Nanji Fox的一个 Fox一个黑人的记者 出了一条推特 就轰然就是爆炸式的争议 他说了一句什么呢 这个有点不雅 他就是说他说今天晚上 因为他是代表尼克斯在这个 在这个纽约打的 他说今天晚上某一个幸运的纽约女王 将要享受两寸长的痛苦 明白吗 就等于暗指人家 就是说等于是小 就是这个东西小 对我看到的这个 我看到这个版本跟你相似 但不太一样 所以我看那个版本 我是从英文应译过来 我是从中文英文 我看到他说的意思一样 他就是说呀 今天晚上纽约有一位女士 将会体验到短两寸的痛苦 这什么意思 他不是短两寸 就是两寸短的痛苦 意思就是说 他那东西只有两寸长 还是想起亚裔的 男人觉得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不是事实 你看他这个 我跟你说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联想起来 这两年有一本畅销书 你肯定知道 就叫Freakonomics 就是这种 有点像那种脑筋 脑筋急转弯式的经济学 畅销书 它很诡异的 它是一个经济学书 可是它经常用一些 你想不到的一些故事来说 这本书呢 里边就有一个关 开了亚洲男人的玩笑 他说的是印度男人 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印度 这个大国 现在人数 人口暴增 已经要超过中国了吗 因为他们的 这个经常是意外怀孕 为什么意外怀孕呢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那些标准的避孕套 在印度经常是要 就太大了 最后所以又怀孕 意外怀孕 所以可是他这个你还没法说 他是种子 其实因为他有科学 就是经济学书说他有科学 他如果他调查 他这个数据是调查了几千个印度男人 自动去去量 让让这个接受 可能不知道是因为他什么原因吧 他就量他的尺寸 量之后 最后他统计就说确实太小了 所以呢 甚至引起了这个印度政府的政策 就说他们要自己要发 多发本土产生的小号一点的 避孕套 你说这种东西 就说到我说的这个 就是说到这个林书豪这个 可是这个推特一出来以后 我为什么轩然大波 就是无数的人 不光是亚裔的人的反应 都在都在骂他 骂说你一个非裔 非中裔的人 对他道歉了 这些有点脏 对太脏了 而且他就是说 你你本来是一个非洲人 本来在美国 是常年是受白人嘲笑的 如果现在这种多元时代 政治不正确的话 如果一个白人的体育记者 这么说一个黑人的新兴 那这人家会炒鱿鱼的 对啊 所以他赶快道歉 他说哎呀我对不起 我就是小 我其实本来我整个的报道 我是说在老虎这个叫什么 拍这屋出来的时候 我是热泪盈眶 因为我作为非洲的一个人 是吧 所以他说我可以想见亚裔的人 是多么激动 看到林书豪 可是我这一句 我说错了 他说因为我妈从小就让我看 这个什么Richard Pryor 这是一个黑人的喜新吗 就是经常开这种黄断的 从小就想当喜剧演员什么的 但是他很失败 对但是那Richard Pryor 他也是瞎掰 那人家那个是真的是高级的黄断子 那是非说的非常好的 而且不是这种性 就是性歧视的玩笑 他是还没看过 咱们中国就后半夜那个电视台播的那个广告 你见过 咱们后半夜聊的也都是尺寸 扎老师 而且引用的都是非洲朋友 先到个咚咚咚一敲鼓 你知道吗 几个黑人拿着长毛在树林里 说啥非洲某个民族 那里的男人有什么十厘米 二十厘米 因为二十高的黑猛 因为当地的植物含有一种什么素 对吧 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牌 是吧 什么壮阳药 含有这种素 然后找一个假外国人带一个眼镇出来 这是国际性学协会主席 中国男人吃了这个之后 一杀斗涨十厘米 但中国人其实这种种族歧视也是很厉害 中国人歧视 歧视起黑人来 或者反歧视白人 或者歧视其他亚洲人都很厉害 或者歧视起香港人的 那也是很厉害 对啊 香港人是狗 或者歧视起河南人 我们自己还省级歧视呢 其实上海人呢 但是咱们不大拿尺寸歧视 因为我们都比较 我们个子比较小嘛 对对对 但这回林书豪呢 这个没有 我们也歧视 歧视日本人 倭寇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矮子 矮嘛 对吧 对对对对 但你看 我觉得林书豪 他很特别一点 就在于这种种族歧视很鲜明的 或者说很隐晦 但是普遍存在的状况下 他跑出来 他有很大的特点 因为亚洲人不是不能打篮球 对 但是打篮球是怎么打法呢 像姚明 对 姚明是一个美国一般的NBA球迷心目中的 亚洲中锋的典范 就亚洲人中锋是怎么样 他个子很高大 但中锋也能够投球 对 但他由 因为你高大 你站在那就行了嘛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 亚洲人能够打的话 就是中锋 但Point God呢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尤其他这种打法 是他很灵活 运动神经很快 很灵敏 很高速 能够穿越三四个人 产进篮圈 这种东西 过去从来不觉得 是亚洲人做得到 所以为什么这回 很多美国的亚洲人很高兴 他们有一句口号 说Asian can drive 就能开车 但他讲那个drive 就是能够drive the ball 就是把那个球 对 开到底线穿进去 然后身体的那灵活性 他就有什么 他怎么twist contour 它几样都是拳的 又能转 在空中转 然后还能扣 他还能扣来 你以前看那个 我那时候当年追踪 这个芝加哥公牛队 因为我正好住在芝加哥 他放那个乔丹的 那个慢镜头 那真是美的享受 因为他一拉长 他一个球上去以后 他有多少个动作 没错没错 怎么转 然后走在空中 一秒多做三个动作 对 然后在最后到 完全像一个音乐舞蹈一样 没错 然后那么高的人 对吧 你能身体平活到这种 那就和我们 比如说当年木铁柱 你觉得 他就是因为高 你不觉得技巧 对吧 然后可是大球 他又是大球 又有这种灵活 又和 比如说我们乒乓球好 为什么亚洲人老觉得 我其实中学的时候 乒乓球笑对的 后来我一去美国上学 我就觉得 就很不好意思了 这么高个子 不打篮球 打乒乓球 因为你的确看了 那个网球之后 你就觉得这种小球 啪一削 好像这种 有点滑稽感 你知道吗 羽毛球 小球 因为体育上 的确是讲个儿大的 这是西方的 那个儿大 可是你都特别的笨重 对 还是不完美 现在就等于说 照你们西方的标准 是吧 华裔也能跟你玩 而且战而胜之 是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兵品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 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然后呢 说这个人 大陆网友也说 说跟着这个欢喜雀跃 可是实际上呢 他就是个美国人 那当然 是吗 是ABC 甚至他也不是个大陆人 对 他是个台湾人 对 台湾后裔 对 但是咱们也感觉很欲有容颜 当然啊 因为我觉得是很多人 马上就去谈一个东西 说哎呀 人家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了 你们在瞎起哄高兴什么 我觉得说这种话 有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好像现在必须一个球员 他还要有 如果是华裔联统 他还要说他是中国 我们才应该高兴 跟这个完全无关 对 所以首先 要知道现在为他高兴的 绝对不只是华裔人 是Asian 是 是韩国人日本人都高兴 对 韩国人报纸 以前登马说他四分之一学同是 听说了吗 还是四分之一 说他妈呀是朝鲜族的 他小时候跟着他那个韩裔的外祖父 到中国去生活 然后呢 你再看看 比如说像亚洲 甚至印度人都很高兴 因为这是整个亚洲的事 不是 是亚裔人的事 跟不是中国人 不中国人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撇开任何种族角度 他这个故事 我刚刚就讲 美国的这个篮球制度要检讨 就是因为你智力够成熟是不会出这种故事 他这个故事是老套到你觉得连好莱坞都不应该拍 好莱坞拍的会嫌太三情 嗯 就是一个underdog 是吧 完全是一个 因为因为你要知道 尤其我不知道中国人怎么样 尤其美国的文化 流行文化 很流行一种 一种角色 很喜欢underdog 就是黑马 瞧不起 小人物 能够赢 能够成功 他符合所有这些 美国文化很崇拜这种 这也是中国故事 就是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对 三年不明 一鸣惊人 没错 其实而且中国人的哲学讲的 这里很多个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 不光是说他一向打得好 而是说那俩突然不上场了 对 他有了运气 有一种奇遇 再加上他又信上帝 你知道吗 他就信这种灵感 就是为常打完 他首先祈祷 对对对 首先祈祷 而且现在他美国 就跟他 把他比作 一个是 就这一年 有一个美国 有一个感染求新 对对对 Tim Bill 你说他们两个人 都是underdog 都是这种 没人看得上 他们能出来 结果都出来了 而且两个人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还跟那个Bill Bradley比 就是Bill Bradley 去了彭因斯顿 他去了哈国 工作特别勤奋 都是那种努力 往上走的人 这 而且呢 你看啊 能够让人成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区江楼冠 文明启示录 就是超乎人类常识的 表现之后 大家就会 谢谢